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把自己的年级打在聊天框里哦 张天说三年级 莫妮卡也是三年级 好多三年级啊 也有一年级的孩子 好的 怀疑你们非常好 二年级也有 嗯 好的 还有吗 还有没有同学 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同学 对不对 还没有看到四年级呢 哦 一也是一年级的 新娘是二年级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孩子们都年级比较小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四点半了我们准时开始上课了好吗 嗯 那上课前老师先给大家玩一个游戏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就在我们的聊天框写好 非常棒 好的 那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上课 上课前先玩一个小游戏 我们一起捞呀捞 捞一捞东西 那大家看这里有三个宝箱对不对 好 那大家可以举手 来 老师看看大家举手 老师可以让你们上台来捞宝箱 来有没有同学举手 好的呢 杰森你来 欢迎杰森 杰森你想捞哪一个宝箱呢 第二个 第二个 好 看看你捞到了什么东西好吗 杰森看你捞到了什么 嗯 我知道他的课我忘记怎么说了 哈哈哈 他们是闪闪闪的 钻石 钻石 你跟老师说 钻石 非常棒 谢谢姐姐 好的 那下一位同学想捞哪一个宝箱呢 哦 好 那张千 来 你好 你想捞哪一个宝箱呢 第一个 第一个 好那我们看看你捞到了什么 你可以看到吗 你可以看到吗 在钻石的后面是什么 钱 非常好 它是一些金币 对不对 当然谢谢张千同学 下一位同学 我们看看 啊 Kristen 你好 你好 我是张老师 那你想捞哪一个呢 第三个 第三个 因为我们只有第三个宝箱了 是不是 我们看看你捞到了什么 哇 你捞到了皇冠 对不对 谢谢你 下一位 还有三个宝箱 还有三次机会 好安安 来 第三个 第三个 哇 你捞到了什么 月亮和星星 那你安安想一想 我们可以在水里捞到月亮和星星吗 不能 不能 好的 非常棒 但是今天我们的故事呀 他们好像就想要捞月亮 是不是 好 谢谢你 接下来 我们就来说一说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捞吗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捞吗 捞就是从液体里面取东西 那现在了 是说大家可以举手 说一说什么东西是液体 三二一 非常棒 有人举手了 又是张谦 那你说一说什么东西是液体 水 水 非常好 谢谢你 下一个 还有两次机会可以说 你好 恩泽 恩泽说一说什么东西是液体 叶子 液体 你看张谦说了水是液体 还有什么东西是液体你知道吗 牛奶 牛奶 非常好 我们喝牛奶是液体 非常棒 还有一位同学举手 哦 又是安安 安安 安安说什么是液体 油 油是液体 非常好 那我们到捞 就是从液体里面把东西取出来就叫捞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看图片 你看他们在捞鱼 他们在捞鱼 从水里把鱼取出来捞鱼 那这个是捞面条 捞面 好 这个呢 是渔船在打捞一些东西 这个词语叫打捞 明白了吗 明白了可以在聊天空里写一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捞宝箱的时候捞到了一个东西 是月亮和星星 那大家都说 我们从水里是不可能捞出这两个东西的 对不对 嗯 那我们来看这个捞到了月亮 是不是 今天有一群可爱的小动物 他们也要来捞月亮 你们知道是谁吗 啊 有人知道 老师来请一位没有上过台的同学 瑞 你好 可以说话吗 好像不行 那请下一位同学 来 欣扬 欣扬你好 那我们说 今天有一群可爱的小动物要来捞月亮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猴子 真的吗 那我们玩一个猜谜语的游戏好不好 看看是不是猴子呢 那 既要听这个谜语是 有一个动物 它爱吃桃 每天都在树上跳 聪明可爱爱运动 家里没有山上找 是什么动物呀 猴子 猴子 那老师考考你猴子喜欢吃什么呀 桃子 欣扬喜欢吃什么水果 你喜欢吃什么 榴莲 那老师不喜欢 知道为什么吗 它很臭 它很臭 对的 非常好 谢谢欣扬 哦 还有小朋友说猴子喜欢吃香蕉 是不是 Monica说的 对的 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是一群小猴子的故事 那小猴子捞月亮的故事 你们知道这个成语叫什么吗 这个成语故事就是猴子捞月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着张老师一起读一读这个故事吧 好不好 大家一起听 好 那这个故事是说 在一座山上住着一群猴子 那你们看这里一群猴子有老猴子 小猴子 大猴子 是不是 在一座山上住着一群猴子 好 那一天晚上 月亮又圆又亮 猴子们都下山来玩 它们蹦蹦跳跳 蹦蹺蹺蹺蹺蹺 西看看 玩得很快乐 好 接下来老师要提问了 猴子看到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好 有人举手了 好 那老师请一位同学来好不好 请一位 灵灵 哦 又是安安 安安你好 又见到你了 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 他们他们要一个一个站在肩膀上 另外一个又站在肩膀上 他们要看月亮 他们看月亮 那我老师问 他看到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月亮呢 颜色月亮 颜色月亮 好 这是安安给出的答案 有别的答案吗 有 灵灵有别的答案 诶 他们有别的答案 那你说一说 猴子们看到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又圆又亮 哦 非常好 你从老师的故事里面找到了 月亮又圆又亮 非常好 那所以我们看图片的月亮是不是 又圆又亮的 那月亮还可以有什么样子呢 想一想 月亮还有别的样子吗 灵灵 像香蕉一样 像香蕉一样的就是弯弯的 对不对 非常棒 好可爱的你 好 谢谢你 好 月亮可以可能是圆圆的 又圆又亮 也可能是弯弯的 好 那这一天晚上的月亮是又圆又亮的 对不对 像盘子一样 咱们说 非常好 好 那我们继续看 猴子们他们非常开心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 老师问 月亮又圆又亮 我们有一个句子可以用又和又来说 谁可以帮老师说这个西瓜怎么样 哦 有人举手 好 来 老师请瑞瑞 你好 瑞瑞 你知道西瓜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吗 又大又圆 又大又圆 非常好 谢谢你 好 那还有没有 小朋友想说西瓜怎么样 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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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西瓜又大又甜 非常好 又大又甜 非常棒 谢谢你 好 那我们下一个 桃子怎么样呢 谁可以用又和又来说 谁可以用又和又来说 好 来 依依 依依 桃子怎么样 可以告诉老师吗 用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来说 好吧 又红又甜 又红又甜 非常好 那刚才老师看到聊天框有莫妮卡说 又红又酸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酸是让我们觉得不好的 对不对 那红是觉得很好的 那我们用又和又的时候 两个都要很好 或者两个都不好 比如说我们吃的小小的 那个很酸的柠檬 柠檬它就是又小又酸 两个都不好 对不对 那我们的桃子呢 是红 然后还有很甜 又红又甜 两个都是很好的词语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又和又来说了 明白了吗 嗯 一定非常棒 莫妮卡明白了吗 好 那接下来 嗯 莫妮卡说明白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故事 看一只小猴子 看见一口水井 他趴在井头往井里一看 咦 井里有一个又圆又亮的月亮 大家还记得我们学过一个故事是井底之蛙吗 记得的可以写一哟 我们学过的井底之蛙 所以水井是什么东西呀 可以举手 告诉老师水井是什么 好 你知道什么是水井吗 嗯是像个很大的洞里面有很多水 对了非常棒 哈哈哈 在这里 那他说水井里有什么呀 小猴子 小猴子看见水井里有什么 咱们知道吗 好那老师请下一个同学来说 水井里有什么 嗯 你好 好 你好 那好 你知道好张吗 好张好张 好张你来说一说水井里有什么 嗯 月亮的 那个 月亮的 你觉得这是一个月亮的影子 是不是 那小猴子觉得这是一个月亮是不是 嗯 好那我们 那我们要继续看小猴子发现水井里有一个月亮会怎么办 好不好 好那我们继续看 你们想一想 小猴子看到水井里有一个月亮 他现在是什么心情 你们知道吗 你们可以把ABC的答案打在聊天框里 告诉老师你们的答案 你觉得小猴子这个时候是什么心情 他说咦 井里有一个月亮 他很开心 很害怕 啊 安安说很好奇 他觉得很奇怪是不是 好张说A很惊讶 哦 那哦大家的答案非常有趣 你看灵灵说ABC都是 他又有点惊讶 又有点开心 还有点害怕 啊 啊 那老师看选A的人很多 大家都觉得是 很惊讶啊 是不是 还有的同学是很好奇 他的答案非常棒 就是猴子他觉得很奇怪 月亮怎么会会在水井里呢 是不是 大家都非常棒 好那这个时候小猴子 他会怎么样呢 你看猴子他以为月亮掉进水井里了 他吓得砸腿就跑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然后他一想 哦 月亮掉进水井里了 他很害怕 他砸腿就跑 是不是 那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叫 那喊什么呢 有没有小朋友愿意当这个小猴子 好 Luci 欢迎你 那你来当这个小猴子 你看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叫 他喊的是什么呀 不好了不好了 月亮掉了 对了 他觉得很奇怪 月亮怎么会在水井里 然后他就 突然感到很害怕 完了 月亮掉进水井里了 是不是 好那 谢谢我们的Luci 哎 非常棒 接下来小猴子这样喊 大猴子就听见了 连忙跑过来 一看 井里真的有一个又圆又亮的月亮 是不是 那大猴子也吓得大叫起来 那大猴子谁愿意来当大猴子 谁愿意来当大猴子 哎呦有人举手了 好那你现在来当大猴子好不好 大猴子喊的是什么呀 呃 不好了不好了 不好了 月亮掉在城里了 非常棒 他跟小猴子喊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嗯 啊 谢谢你 那接下来呢 老猴子也听见了 老猴子听见了 也连忙跑过来 往井里一看 月亮果然在井里 那 你们想一想 老猴子会说什么 谁知道 好 来老师要请一个新同学 又是Lucy 你想一想 老猴子会说什么 我觉得老猴子会说那是月亮 哦老猴子就直接告诉大家了吗 那他们都还没有捞月亮哦 我们的故事是猴子捞月亮 所以Lucy想错了 嗯 我们再找一个同学来好不好 好 来 好 那你告诉老师 老猴子会说什么呀 也是像大猴子和小猴子喊 月亮为什么掉进水里了 非常好 老猴子也不知道这是月亮的光照在水里 对不对 他也觉得是月亮掉进水里了 非常棒 所以老猴子就把猴子们都喊来了 然后老猴子说 然后老猴子说 不好了 不好了 月亮掉在水井里了 好 老猴子喊的和小猴子大猴子都是一样的 那 想一想 他们看到井里的月亮会怎么做呢 谁知道 好 好 新阳你说 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从树上掉下来去捞月亮 好 新阳的答案是B 捞月亮是不是 嗯 好 非常好 那你看看 他老猴子是怎么说的 你帮大家读一读可以吗 我们赶快把月亮捞上来吧 非常好 谢谢你 好 那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B 他们会捞月亮 那老猴子就说 那老猴子就说 我们赶快把月亮捞上来吧 好 小猴子想了一个办法 小猴子说什么 谁愿意当小猴子可以举手哦 好 诶 你可以听见吗 好 那你帮我们读一读小猴子说了什么呀 我们爬到树上 我们爬到树上 一个挂着 一个 倒挂下来 一直 抓在井里 就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 非常好 那老师问问Summer 你觉得 这个方法怎么样呢 他们这样倒挂着 下去捞月亮 嗯 我觉得要是真的有个月亮在那里 那他们可能会 所以你觉得他们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倒挂着 可以到水井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对不对 是可以捞东西的一个办法 好 谢谢你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倒挂着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看到图片了吗 他们是一个猴子的脚挂在树上 然后他的头在下面 这样子就是倒挂着 对不对 然后这个猴子 他的手抓着另一个猴子的尾巴 他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倒挂下来 哦 有 有我们的灵力说他们很笨了 好 那我们看看小猴子想的办法就是倒挂着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老师让你们选A和B 拿一张图片是倒挂着的 你们可以打在聊天框里 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 嗯 非常好 我看到了你们都选的是A 00000为什么选C没有C 好 那所以A是倒挂着的 对了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他们想了这个办法之后是怎么做的 大家说这个主意不错 都爬上了大树 老猴子用两只脚紧紧勾住树枝倒挂下来 大猴子从老猴子身上爬下去 用两只脚勾住老猴子的手 就这样一个猴子接着一个猴子一直倒挂到井里 对不对 对不对 继续看 只见最后一个小猴子 在井里喊 好了好了 捞得着了 好的 那接下来老师要问 猴子能把月亮捞起来吗 为什么呢 有没有人愿意跟老师说 好 老师去 又见面了 那你告诉老师 猴子能把月亮捞起来吗 他不会 因为其实就是那个月亮的反光 海深水不是真的有一个月亮对吗 嗯 好 这是你的答案 谢谢你 好 还有没有人想说 好 老师来看看 依依 那你告诉老师 你觉得猴子能把月亮捞起来吗 为什么呢 不能 因为这个月亮是照着水面上的 所以你也觉得这是一个假的月亮 不是真的月亮对不对 嗯 这个水箱里面都是水 好 非常棒 谢谢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猴子 小猴子把手伸到水里去捞月亮 井水给他一嚼 月亮在水里碎成一片一片的 小猴子吓得叫了起来 哎呀 不好了 月亮被我抓破了 嗯 那老师要问了 月亮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 老师来 请号召 因为如果就是如果 如果你手中有一桶水 然后呢你放在月亮下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光影 但如果你把那个水倒掉的话 那你就看不到那个月亮的光影 所以如果它一动那个水就会有点变化 然后呢就没有照的就是不会在那边平就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那种小小波浪 所以呢那个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月亮但是你一动那就引起了波浪 所以是那个就表 所以号召说到了波浪是不是 因为月亮在水里 所以如果一碰那个水水就会有波浪 看起来月亮就是什么样子的 月亮可能就是一片一片的对不对 或者就是像被抓破了一样 所以月亮这个时候在水里的样子就变成了一片一片的对不对 非常好 谢谢号召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老猴子听到月亮被抓破了 他是怎么说话的 有谁想当老猴子 好 来老师请一下同学来 大家举手哦 好 好 金阳你来帮老猴子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月亮抓破了 可怎么办呢 老猴子是不是觉得月亮真的被抓破了 所以老猴子现在是怎么样的 很生气的 对不对 啊 差点小事都干不好 是不是可以很生气的 像小老猴子说话一样去说 好不好 那谢谢金阳 非常棒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 老猴子很生气的这样说了 大家都埋怨起小猴子来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埋怨这个词语呢 来老师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埋怨这个词语 哦 哦 他跟讨厌还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做不好 然后妈妈很生气的这样跟我说话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埋怨 知道了吗 就是因为我做事情没有做好 所以妈妈很生气的说我 骂我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埋怨了 明白了吗 嗯 好 谢谢你非常好 老师来让大家看看这张图片 这个爸爸埋怨小华 放学后去踢球 天黑了还没写完作业 那大家可以举手说一说 你们有没有被爸爸妈妈埋怨过 你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被爸爸妈妈埋怨呢 那老师来请 张天呢 你好 那你告诉老师 你又被爸爸妈妈埋怨过吗 嗯 为什么呢 没有做完作业吗 哈哈 那是因为做错 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完成作业呀 哦 你看自己的书 然后没有完成作业 所以爸爸妈妈埋怨你 是不是 嗯 好 谢谢你的分享 很棒的 那还有没有小朋友 有被爸爸妈妈埋怨过 或者有被自己的朋友埋怨过 或者有被自己的朋友埋怨过 是为什么呢 好 Kristen 你有被妈妈或者自己的朋友埋怨过吗 哦 爸爸为什么呢 我做功课不认真 做功课不认真 做功课不认真 那你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句子 你会怎么说 嗯 我爸爸埋怨我的时候 嗯 我爸爸埋怨我的时候 那我会直接说 爸爸埋怨我 然后做功课不认真 就可以了 知道了吗 就是爸爸埋怨 然后这个人是谁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做的不好 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说 那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爸爸 爸爸埋怨我 不认真 非常好 谢谢你 太棒了 好的 那现在大家会说埋怨这个词语了吗 先要等一下 大家都有机会的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 大家为什么埋怨小猴子呢 谁可以说一说 嗯 嗯 好 来 瑞瑞 因为小猴子被月亮抓破了 注意不是被哦 小猴子把月亮抓破了 你再说一次好不好 小猴子把月亮抓破了 非常棒 好的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我们来说句子了 看图片说句子 那大家是不是都想要得到机会 那现在老师来看看 老师找哪一位呢 找我们的第一个 好了 新杨 请你看图片 然后说句子 可以吗 妈妈 满热 小猎 因为她没收拾书包 好 谢谢新杨 那接下来老师再找一位同学 嗯 那老师说 安安 你刚才问老师为什么不选你 现在请你来说一说 根据我们的图片来说 老 老 老师埋怨 老师埋怨我没有整理好书 王王 现在找个功课 好 谢谢你 好的 那我们埋怨这个词 大家都学会了 也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埋怨我们的小猴子了 是不是 好 那你们想一想 经历的月亮被抓破了 还会变得又圆又亮吗 你们可以把答案打在我们的聊天框里哦 请大家把答案A或者B 你们觉得月亮还会变回去吗 变得又圆又亮 哦一一说不会 哦 那大家都很多同学都说的会 那我们去看一看好不好 啊一会儿井水慢慢平静了 又出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 所以我们的月亮又变回去了 为什么会变回去呢 谁知道 啊 你告诉老师为什么月亮又变回去了 又变回又圆又亮的月亮了 因为那个井水变平静了 非常好 谢谢你 好的 那 看小猴子高兴到喊 好了好了 月亮又圆了 好 小猴子又伸手去捞 捞呀捞呀 捞了半天还是捞到一把水 小猴子捞不到月亮 急得大喊 现在谁要来当小猴子 现在谁要来当小猴子可以举手哦 现在谁要来当小猴子可以举手哦 那样 累死我了 月亮 一碰就破 根本 抓不起来 这个是什么呀 根本 非常好 谢谢你 谢谢你当小猴子 好 那 小猴子这么一喊 上边的猴子也都叫了起来 来看看这个猴子说什么 好 张来 这个猴子 这个说 我的腿酸了 挖不住了 挂 挂 非常好 谢谢你 好 好 那个猴子说什么呢 那个猴子 谁举手 啊 瑞瑞 那个猴子说什么 哎 怎么又是猴子啊 哈哈 好 那 猴子来说 那个猴子说什么 我的手疼了 抓不住了 抓 抓 抓 非常好 好的 那你看猴子们都这个样子了 你 来 Kristen 你想一想 那猴子们都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呀 有点抓不住那个 哦 他们可能捞不起来月亮了 对不对 他们都快挂不住了 那会不会发生一种情况 你想一想会发生什么呀 你的手抓不住东西了 有没有可能就放开了 那下面的猴子怎么办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然后猴子们摔倒了好不好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突然 咔嚓一声 树枝断了 老猴子松开了树枝 大猴子松开了脚 就这样一个猴子接着一个猴子 全都掉进了水里 那大家说一说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可以举手说 哦 哦 好 Lucy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些猴子都掉进了水里 哦 非常棒 那这个时候他们掉进水里 是因为 大家松开 是因为 非常好 谢谢你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看 这个时候 老猴子忽然抬头一看 又圆又亮的月亮 还好好的挂在天上 所以老猴子对大家说 你们看 月亮不是好好的挂在天上吗 小猴子开心的说 看有两个月亮 天上一个 井里一个 好 那小猴子说有几个月亮 在哪里呀 哦 大家举好手 老师来点人了 恩泽 嗯 你来说 小猴子说有几个月亮 他们还在哪里呀 他们都在水里 有几个月亮 你先告诉老师 只有一个月亮 一个 然后这个月亮在水里 这是恩泽的答案对吗 那我们再找一位同学来好不好 还有别的同学有别的答案 好 那我们依依来 想一想 这个时候有几个月亮 在哪里 小猴子说有几个月亮 哦 你听不清楚吗 我听不清楚吗 那依依说 这个时候有小猴子又说有几个月亮 哦 那这两个月亮都在哪里呢 一个月亮在天上 一个月亮在几个月亮 对 这是小猴子说的 依依都找到了 谢谢你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那你们觉得小猴子说有两个月亮 他说的对吗 为什么 你们可以把答案打在聊天框里哦 小猴子说的对不对 大家可以 小猴子都说 大家都说小猴子说的不对 是不是 非常好 哪一个是真的月亮 经历的还是天上的 有人举手了 那老师来请大家上台 大家举好手 瑞瑞你说哪一个是真的月亮 在天上的月亮 大家是不是都同意瑞瑞的说法 如果同意就打一 哦 阿阿说不是吗 对的 瑞瑞说对了 就是天上的月亮是真的 好 谢谢你 好 那我们来说一说 天上的月亮是真的 那经历的是什么呀 谁可以准确的说出来 啊你好 经历是月亮的背景吗 背景吗 好那这个词语不太准确 那谢谢Summer 我们再找一位同学来说 经历的月亮是什么 好 好 老师想找一位 老师想找一位新朋友 有没有新的小朋友愿意来 好 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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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瑞瑞瑞 答对了 那老师要教你们的这个词语就是 阿瑞瑞 梁瑞瑞 这里的月亮是月亮的倒影 好 你们会不会说这个词 道影 好 那 那倒影呢 就是在水中的影子 那月亮 太阳他们的影子 也可以叫倒影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 哪一张是有倒影呢 你们可以答案在我们的聊天框里 我看到好多答案都选的是B 对了非常棒 你们都很棒 这张图片里面的水里的这些数就是倒影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老猴子说什么 在井里是月亮的倒影 孩子们快上来看月亮吧 听老猴子这么一说 小猴子大猴子一个一个都爬上来 大家看着又圆又亮的月亮都笑了 好了那我们的故事结束了 接下来老师要根据我们的故事来让大家想一想这些问题哦 大家可以很举手 然后来回答故事里的小猴子在做什么 大家把手举好 老师来请人了 哦又是Lucy 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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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捞月亮非常好 谢谢你 好那我们下一个 他们在哪里捞月亮用了什么方法呢 有谁知道 好老师来请 你告诉老师 他们在哪里捞月亮用了什么方法 他们在井上面捞月亮 然后用了像第一个猴子从树上掉到挂着 然后另外一个猴子就就像挂着在那个第一个猴子 谢谢你 好那接下来老师问了他们捞到月亮了吗 为什么呢 哦 可琴 终于点到你了 他们捞到月亮了吗 因为 没有 因为这个是他的倒影 哎呦 你好棒 你记住了老师教你的倒影 是不是 这个是月亮的倒影 很好 谢谢你 好的 那听了猴子捞月的故事 你学到了什么 大家可以比较积极的说 每个人都可以说 嗯 Lucy最先介绍 那老师请Lucy说一下 你觉得猴子捞月的故事 你学到了什么呀 我学到了你 我学到了你看了什么 有可能不是你觉得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不一定是真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想 多想一想 是不是 嗯 好的 谢谢Lucy 那这是Lucy学完这个故事 想到的 非常棒了 好那还有别的同学 学完这个故事有想法吗 好 来 欣雅 你学完这个故事 你学到了什么呀 我学到了 你先看清楚 在做事情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道理 就是我们做事情前 要先看清楚 知道它是什么了 之后再去做 对不对 不然我们就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浪费我们的力气 是不是 这是新阳的想法 也很好 谢谢你 那还有没有同学学完这个故事 是有想法的 好 嗯 你需要做事情 你就需要想 好一点 哦 要想清楚 想清楚了 知道怎么做了再去做 对吗 哦 这是 我们 那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跟老师 你可以跟老师说吗 紧萱 谢谢 谢谢 紧萱 非常棒 好的 那还有没有好一些 最后一位小朋友 你来说一下 这个故事让你学到了什么 不要 不要看假的 不要看假的 因为这个是假的月亮 那我是不是看到 这个月亮 我应该先想一想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要多思考 非常棒 谢谢依依 好的 那所以老师 要通过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呢 遇到事情 我们要多动脑筋 想一想 认真的观察 要善于思考 对不对 好 那大家学完这个故事 记住这个小道理了吗 记住了就 打一 来老师看看 非常好 大家都记住了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 猴子捞月的故事 告诉我们的道理 都学到了 对不对 那我们猴子捞月 这个词语 要怎么用在 我们的句子里呢 想一想 猴子们捞月亮 最后什么也没捞到 是不是白忙的一场 那我们看这个图片 你看他洗了衣服 然后他亮 刚亮好衣服 就下雨了 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用猴子捞月 怎么说一个句子呢 大家有没有想法 可以举手来说这个句子哦 嗯 好 那请你告诉老师 你会怎么说 用猴子捞月来说这个句子 他猴子捞月的把衣服晒了 那这个句子可能用的不太好哟 他猴子捞月的把衣服晒了 我们这个一般是说 他最后他怎么样 他猴子捞月 那前面你要写清楚 他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最后来写 他猴子捞月 白忙一场 对不对 所以你啊 在他的前面写上 他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猴子捞月 白忙一场 好 那别的小朋友有想法吗 可以用猴子捞月来说话 说一个句子 一一 他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猴子捞月 白忙一场 他下雨的时候 他下雨的时候 洗了衣服去晒衣服 结果猴子捞月 白忙一场 对不对 嗯 谢谢姨姨 差不多了 那我们的正确的句子 就是可以这样说 刚刚才把衣服晒好 突然下起了大雨 真是猴子捞月 白忙一场 好 大家知道怎么说了吗 嗯 前面写 他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写 啊 结果猴子捞月 白忙一场 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可以打一 嗯 好 让老师看到你们 有没有明白 好 大家都明白了 太棒了 很好 很好 好的 那 接下来 老师想让你们谈一谈 对猴子捞月 这个行为的看法 你们 看 有人说猴子们很愚蠢 有人说呢 猴子们很勇敢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是愚蠢的还是勇敢的 告诉老师 为什么 好不好 好 来老师来点 好 瑞瑞 你觉得猴子们是怎么样的 是愚蠢 是愚蠢 还是勇敢 为什么你会觉得猴子们很勇敢呢 因为 因为 因为他们 他们没有掉下去 他们都没有掉下去 他们 勇敢的 他们知道 他们以为月亮掉进水里了 他们就去捞月亮 你觉得他们 然后他们刮刀挂着 然后也 去做了这件事情 就很勇敢 对不对 这是瑞瑞的想法 谢谢你 那还有人有别的想法吗 好 来 安安 你觉得猴子们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很愚蠢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 聪明 就聪明一点点 他们就只当是个反应光 他们就不会费 费那么老拉劲 去 去捡 去捞月亮 那安安你还记得老师说 那个是月亮的倒影 对不对 你还记得那个词语吗 对 所以今天我们学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记住 倒影那个词语 对不对 如果他们知道 那是月亮的倒影 他们多观察一些 就不会去 费劲的去捞月亮了 是不是 很好 这是安安的想法 也很棒 那最后再来一个 各位同学 来 林林 林林觉得 这些猴子们怎么样呢 为什么 很笨 很笨 因为他们不知道 那个 那个 井里的 那个月亮 是 其实是月亮 的倒影 对 然后他们没有多观察 是不是 他们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他们很笨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大家愿意去跟我们去分享 就很好了 那我们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也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是这样想的 是不是 谢谢林林 接下来呢 老师 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说 我觉得什么 因为什么 最后一位同学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说 谁愿意来说 好 欣扬 你要用老师给的这个句子来说 好吧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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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冷 因为 你用老师的这个来说了一个句子 好 谢谢你 那你用这个 我觉得猴子怎么样呢 我觉得猴子们 我觉得猴子们 很棒 因为他们没有看清楚 月亮还在天上吗 很好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一些句子来 说清楚自己的想法的 所以以后你们说 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句子 知道了吗 要告诉别人 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就可以说 我觉得怎么样 然后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是这样的想法 你就要在后面说 因为什么 知道了吗 知道了就说 因 好 非常好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老师还要提升一点难度了 让大家根据老师的图片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看大家谁讲的故事又好又准确 有没有同学 有没有同学愿意来给大家讲猴子唠月的故事 好 号召 你可以来给大家讲吗 你来讲这个故事的开头好不好 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群猴子住在悬崖里面开心的开心的玩耍 然后一只猴子刚好路过了一个大井 他看见了热量在井里面吓了一跳 那他喊什么 他就喊 不好了 不好了 热量掉进井里了 我们故事的开头讲好了 谢谢你 那接下来老师让一位同学来讲我们的中间好不好 看看谁要讲中间 来 他们老猴子说要把月亮捞上来 所以很多猴子爬上树 一个猴子抓着一个猴子的腿 慢慢最后一只猴子就到水池边能够到月亮 那他们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倒挂着 那个猴子说 我能够到月亮了 我现在就把它捞上来 结果呢 结果他上猴子 小猴子的爪子往里面一捞水 水就一直在摇 月亮看起来怎么样 然后月 他 他看到月亮 被摇成碎片了 他就更害怕的就说 不好了不好了 月亮被我摇成碎片了 最后这个词也埋怨 你要怎么说 他说月亮被他摇成碎片了 然后老爷爷 老爷爷埋怨小 老猴子埋怨小猴子 你为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做不了 谢谢你 接下来最后的结局 要请一位同学来说 新阳来说一下我们的结尾是怎么样的 你看 你看 他们捞呀捞呀捞呀捞都捞不到月亮 然后呢 老猴子累了 就从树枝下 就把手伸开 大猴子 也把手伸开 慢慢 一个一个的 小猴子都掉下来了 这是新阳说的 对不对 结局 好谢谢你 那还有没有同学要补充一下的 给新阳补充一下 来 零零 后来那个水平静了 那个月亮又圆又亮了 然后小猴子又在那里捞 可是捞不起来 后来老猴子的腿很酸 然后戴猴子的手很痛 然后慢慢的 他们一个一个的松开手 都掉进锤里 好所以你跟刚才 还有吗 然后他们才知道 那个是月亮 景与的月亮 其实是天上的月亮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就是最后他们才发现 天上的月亮和景丽的月亮 景丽的月亮是天上的月亮的倒影 真正的月亮还在天上挂着呢 所以大家都笑了 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笨很蠢的事情 是不是 好 这就是我们猴子捞热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在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要多思考多观察 然后要想好办法再去做 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了之后再去做 对不对 好的 那猴子捞月的故事 其实就一般就是说 我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结果呢 白忙一场 所以我们用猴子捞月来说句子的时候 我们就在前面写 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这件事情浪费了我的时间 结果猴子捞月 白忙一场 是不是 好的 那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这个故事 要教给我们的道理 如果明白了就写一 那大家记住这个故事了吗 记住了 明白了道理就写一 好不好 让老师看看你们是不是都明白了 大家都很棒 都明白了 非常好 那恭喜大家又完成了我们一个故事 那老师想问问大家 爸爸妈妈们有没有在你们的旁边 跟你们一起啊 可不可以请爸爸妈妈过 来跟老师聊一聊 因为老师会跟爸爸妈妈们做一个解答 如果有爸爸妈妈在旁边的 就给老师写一好不好 哦 大家都在 好的 那请爸爸妈妈来听一听老师说 然后有任何 爸爸妈妈们有任何的疑问 就可以在我们的聊天框里 跟大家 给老师打字 或者就举手上台 然后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咨询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嗯 好 那 哎 好 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先听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开课呢 我们做这个公开课的一个目的 其实主要就是给孩子们增加 一些额外的知识储备 然后能够增加孩子们的一些想象力 然后像我们读一个故事 也能够提升孩子的一个表达故事的叙事的能力 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些阅读 然后可以积累到很多的好词好据 也能够增强孩子的写作的能力 那我们公开课的时间呢 现在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就之后有调整的话 也会通知到给大家的 我们的公开课是没有回放的 希望家长们能够了解到 就是寄好时间 我们能够准时来参加的话 是最好的 另外的话 我们的公开课是免费的嘛 所以如果家长们愿意就是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 或者自己孩子的同学朋友 我们是非常乐意大家把我们的公开课分享出去的 因为我们读乐乐不如重乐乐 对吧 好 那这个是主要是我们的公开课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接下来的话 如果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方面 不管是阅读呀写作有任何问题的 都可以举手上台来 然后跟老师做一个一对一的咨询好吗 哎 哎 有家长 哎 你好 妈妈不在家 那还有别的 好 那还有别的家长愿意上台 就是有疑问的可以来咨询一下 一一 妈妈有问题吗 要跟老师交流吗 我们公开课通常是每周一的下午四点半 希望各位家长能够记住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公开课是没有回放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的来参加 嗯 好 一一知道了 谢谢一一 好 大家就是家长们有任何的疑问 也是可以打在我们的聊天框里 然后老师也是看到了问题就会跟大家解答的 好吗 嗯 好 谢谢一一 接下来的话 老师这里呢 其实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很多家长一直在向我们做咨询 就是他们遇到了一些孩子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把家长们常见的一些问题也是做了整理的 就是要看老师在说的过程中 如果大家觉得有同样的一些问题 那你们就可以举手上台来就是进行一个交流或者一对一的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好 那第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有家长会问我们说 哎 为什么孩子阅读理解没有问题 为什么孩子阅读理解没有问题 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 他的作文就一直提升不起来 那所以家长们也知道我们的考试其实分阅读理解和写作嘛 这两个考试的提醒是完全不同的 那他考试对孩子的一个能力的考察也是两个方面的 阅读理解的话 他其实是因为我们会给文本 然后孩子能够会根据我们的题去文本中找答案 它是一个相对客观一点的一些选择题为主的 所以这个阅读理解方面的一个考察的能力 主要是孩子对这个文本的理解能力 但是作文的话 我们的作文现在的一些提醒像 看图写作呀 命题作文呀 这样的一些提醒 它其实是只有一点点信息的提示 然后作文它是一个更综合性的 就需要你调用你的所有的词语呀 然后还有你的句子的一些积累 然后还有再加上一些写作的技巧和方法 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一个考察能力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的作文它是对孩子综合能力的考察 它相比于阅读理解这样的提醒的考察的话 对孩子的一个能力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我们中心汉语其实也是有 PE是可以学作文课的 我们的PE的孩子他其实我们说 PE的孩子学作文课他其实老师给他的帮助其实是 首先多做一些词语和句子的一些积累 词语要让他理解词语的真正的意思 然后句子的话我们老师一定会给他 就是帮助他有一个句型的结构 帮助他能够正确的说句子 然后老师再教给他一些方法能把这些句子组织成一个 一整段的话的一个表达 所以PE的孩子是可以学作文课的 但是他的作文课可能相对而言 肯定不是那种完整的写作文那样的一个课 它更多的是一个成段的一个表达 然后金娜妈妈说 在家里孩子不讲中文 有没有办法让他开口讲中文 对不对我们其实是推荐就是如果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中文的一个环境的话 如果能够从外在的像一些补习班呀或者一些课程里面去获得的话 或者多给孩子看一看中文的一些动画片呀这些 帮他营造一个语境中文的语境 其实能够帮助他多去听 听完之后再去开口是没有问题的 Monica妈妈说他会的字很少 那我们其实针对一年级的孩子 我们的老师是会在课堂上带着他去写的 所以我们告诉他你要怎么说 然后让他先说出来 让他理解了之后去能够用口语去表达出来了之后 我们再让他去写 那他写的时候一年级的孩子当然字写会写的比较少 那我们就会让他问老师这个字怎么写 那老师就会在课堂上就给他打出来这个字怎么写 并且还可以可以一笔一画的教他怎么写好这个字 再让他去写做的 那阿鸦妈妈说孩子写作文的时候就是词重了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一个积累的问题 我们的作文的话是一个词语的积累和运用的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还有就是成语解释好词好语不会运用对不对 这个是很多孩子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学到了 我记住了这个词语 我背下来了 但是我用不好 他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的一个情况 那他如果真正的完全理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 他是可以用对的 那怎么能够理解好这个词语呢 其实就是让他不断的去犯错 那怎么犯错呢 当然就是写作文才能够让他去犯错 然后犯错以后通过老师帮他修正帮他定证 然后他才能够知道 我这个词语用错了 为什么用错了 我以后应该用哪一个词语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中心汉语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个作文的补习 所以我们就会有大量的孩子 在我们这里参加作文课的补习 然后就开始因为每一节课我们都会留作业 那留的作业里面就是需要他去写作的 那他写作之后他就会去犯错 那老师就会帮他修正帮他定证 那这个是妈妈们也知道的 孩子们经常在积累好词好聚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作文课其实是可以免费体验的 如果妈妈们想要体验我们的作文课 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助教老师申请的 那如果就是关于作文提升不起来这个问题 可能妈妈们都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老师要讲到的就是 比如说四五年级的孩子提升作文还来得及吗 或者你们孩子一二年级三年级的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年级都有提升作文的机会 而且尤其是到了四五年级它是一个关键期了 那我们说一二年级它可能是给孩子做好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东西的 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它可能需要 这个阶段需要去做的就是学会去观察图片 尤其是三年级它需要学会怎么去观察图片 然后怎么能够把图片里的细节观察到 然后怎么把图片里的细节写好 那到了四年级它的可能要求的话 就是不只是观察图片 它还能够在图片之外进行一些想象呀 合理的想象一些补充 然后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句子写得更通顺一些 然后适当的运用一些写作的技巧了 然后到五年级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一个训练 就是我怎么能够让我的这个作文里面的词语呀 句子呀用得更准更好 那我们把词语句子都用准用好了 我们的作文自然就是能够得到高分的 那我们这边其实每一个年级的阶段的作文 都是有开班的 老师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线教学的老师 所以家长们如果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年级 想要来我们这里体验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每个年级每个阶段的 它都是不同的教学方法 所以这个希望家长们能够知道 然后也放心就是每个阶段 它都是有作文提升的空间的 不用担心太早或者太晚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 家长们有没有想要交流的 可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聊天框里 也可以举手上台 就是我们面对面一对一的咨询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那如果这个就是说 现在是几年级 然后提升作文有哪些方面可以提高 或者来得及来不及 如果大家有疑问就可以在这里打出来 好吗 那如果这个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 就是家长们还是比较关心的 刚才也有家长提到 就是说孩子他积累了很多好词 像成语啊这些 但是总是用不对位置 对不对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刚才也有妈妈在我们刚才聊天框里 提到了这个问题 它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要理解词语的意思之后 再来去使用 而且我们说积累好词好语 是一个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掌握一些写作的技巧 那你自然而然 你写出来的这个句子 它就是一个好句 比如说我们掌握了一些景物描写的方法呀 掌握了一些环境描写的方法呀 这样的一些方法运用在我们的作文里面 它其实就会让我们的句子变成好句 根本不需要孩子们去词记应被 不知道有没有同样就是 有这方面烦恼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就是孩子 他在就是写作文的时候 他的词语呀句子写得不太好 写得不太对 然后觉得这方面有苦恼的 爸爸妈妈 你们就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 好 那我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学员他们不同的阶段 然后他们写的一些作业 你们就可以发现一些 我们文尼卡妈妈 我们是可以批改作文的 我们是有专门批改作文这个服务的 当然就是如果参加我们的作文的 这个课 这个作文课的话 我们的老师是每节课的作业 都是像这样手写批改的 而且我们批改作业的不是额外收费的 是包含在我们的课时费里的 当然如果没有参加我们的作文课 也额外也有单独的一个作文批改的一个服务 但那个就是付费的一个作文批改服务 就是针对没有参加我们作文课的 如果参加我们作文课的孩子的话 老师批改作文这个服务都是免费的 然后另外就是可以给家长们看一看 就是我们孩子们他们写的作文 像有孩子有爸爸妈妈关心 就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 应不应该上作文课或者作文课能学到什么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课的这个作文的孩子 他就是二年级的孩子 那你看他写的作文 他第一节课写的作文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他老师会教他怎么写好一个人的外貌的描写 然后老师也会教他写我的好朋友要写哪些部分 先写谁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写好朋友的样子 然后写你们的爱好是做什么 然后你们会一起做什么 最后要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要跟他一直做好朋友 对不对 所以像二年级一年级我们的一个作文的话 其实是可以补习的 然后而且老师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作文课 帮助孩子能够比较成端性的一个表达的 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针对爸爸妈妈们关心 就说孩子他是不是会在作文里面 就是用词语用的不太对 那老师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有一个孩子 他从第一课到第八课作业的一个情况的转变 就是老师说的 他不需要去记很多的好操具 他只要学会我们一些描写的方法 比如说学会了环境描写 他就可以把作文开头写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优美 莫迪卡妈妈是孩子是几年级呀 莫迪卡妈妈可以把孩子是几年级打上来 因为我们有PE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PE和P3对不对 我们的课是这样的 PE和P3我们都是综合课 那我们的综合课就是综合作文课的话 是跟着孩子的学校的课程走的 比如说现在孩子第三学期已经节课了 接下来是第四学期 那学校的进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跟着学校的进度走 那差不多第四学期的话 我们应该是有七八课的课程的 最少都是八周的一个课程应该是 所以我们学校开学 然后学校学习到了哪一课 我们就会到哪一课 是的 然后P3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第四学期开始开课了之后 第四学期孩子学到学校的进度是哪一课 我们也会去做 一周我们是一节课的 所以学校它一共是我们跟着学校的进度在走的 然后我们的课程的设置的话 就是比如说学校的这一课 它可能聊到的就是我的好朋友 像一年级它聊到的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们在作文里面 我们就会以我的好朋友来作为话题 那像其他课比如说谈到了生日 那我们就会以谁的生日作为话题 让孩子去写作的 像三年级如果是到了环保的那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就会以环保作为话题去写作 对我们的作文课程的内容 这种氛围 老师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老师给大家展示 因为我们刚才老师了解到可能是三年级的孩子比较多 一二三年级的孩子比较多 所以老师展示一下 先展示一下三年级的课程 我们是根据学校的课本在做的 然后我们的内容的话 是以高华的课本来作为我们的内容的 然后每一课的话 比如说第一课我住的地方真干净 那老师就会通过这个课总结出来一个话题 还是公德新系列的 就是不要乱扔垃圾 不要破坏花草树木这样的一个一些作文话题 然后接下来老师就会教 这个课文里面的一些词语的基础 普华的孩子不会担心 不用担心很难 因为老师主要是做的是一个话题的概括 然后教给大家是一个作文的话题 而不是完全使用我们的课本的内容的 所以我们的高华普华的孩子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普华的孩子他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可能还会积累到一些额外的一些词语 而且老师如果是普华的孩子不懂的词语 老师也是在课上会教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恩泽妈妈是2B的孩子对吗 那我们先把3B的就是三年级的先讲完 刚才的作文 我们是有普华的孩子写的 也有高华的孩子写的 我们的学生有普华的也有高华的 因为大家的作文话题都是一样的类型 因为我们最后PSOE考试的10个常见的作文话题 我们所有归纳总结出来的作文话题都是 PSOE常考的10个话题里面的 所以你们从3年级4年级就开始接触到这些话题 是有利于孩子打好基础的 不管是普华还是高华 而且我们3,4年级主要的一个作文形式都是看图写作 那我们普华的最后PSOE的考试 其实也是命题作文和看图作文 二选一嘛 那我们在3,4年级 哪怕我们的这个课本的内容 用以高华为依据的 那普华它提前3,4年级接触到 我们的看图写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妈妈们不用担心是普华还是高华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作文话题 就是我们是根据课本的内容 总结出来一个作文话题 再教给孩子怎么写好这个作文话题 然后像3B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是一个综合课 所以我们听说读写全面都会练习到 然后课本词语我们会做练习 课本里的重点句子我们也是会做练习的 普华的孩子他可以在词语练习这里 能够积累到一些高华的会学到的词语 这个不会太多 重点词语还是普华和高华 都覆盖到的一些词语是我们的重点词语 然后重点句子也是这样的 普华高华的孩子都是需要掌握的这些重点句子 而且我们会教孩子怎么把这个句子说好说对 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个句子用在我们的作文里面用好用对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课 我们的课程的话 一节课最多就是两到三个人 我们一般小班的课程都是这样的 学生的人数不会太多的 那接下来老师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教孩子写作文 我们是通过课文的一个解析 从课文里面去抓写作文的一个方法和技巧 然后再给孩子做一个归纳和总结 我们应该怎么写 然后教给孩子一个方法之后 孩子照着老师的方法去练习去使用 我们在课堂上就会做大量的练习 要确保孩子真的能够掌握住老师的这个方法 然后掌握了这个方法 我们再把它运用到作文的这个练习中去的 那这个是我们都是有教材的 妈妈们就是各位家长们 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的教材都是我们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每个孩子 那我们的这个教材呢 是以一个电子文档的形式发给妈妈们 妈妈们可以在上课前去打印出来 然后交给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跟着老师的课堂去使用去做练习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有想看小二的妈妈们 对不对 那老师给妈妈们展示一下小二的课程 小二的课程呢 跟小三的课程就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区别 我们小二的课程是这样的 我们的小二的课程可能还是以基础的词语句子的准确性的训练为主 最后才会帮助到孩子做一个完整的表达 那我们小二的课程是这样设置的 我们会 我们在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可能一年级二年级他遇到的问题 大多数就是觉得生词很多 然后也记不住也不会写 然后也写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一年级二年级他的孩子的可能积累比较少 所以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课本的教材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的话 就是根据课本的内容去做的 这个妈妈们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的话会带着孩子去认识汉字 然后去读词汇汇去记住词汇 然后我们认汉字的话 老师社会教读教写一笔一话带着写的 然后句子会进行一个完整的句子的表达的一个训练 最后写作就是把我们这节课学到的词语句子 用在我们的作文里面 先让孩子成段的说 然后再来写 55分钟的这个时长 其实这个家长们不用太担心 我们有小一小二的孩子他们上课 真实的上了很久的时间的课 我们是根据孩子上课的一个情况 最后决定下来到55分钟 是刚刚好的 因为老师会在课堂上带着孩子去写去做 孩子们其实一边说一边写一边做 听说读写全面的训练的话 55分钟是刚好的 而且也不会出现就是孩子走神呀 孩子坐不住呀 这样的一个情况 目前还是没有的 而且孩子们最后就是写到后面 我们小一小二老师是会在课堂上带着孩子去写的 老师在课堂上主要是带着孩子去完成一个写作的 一个思路的一个写作 然后最后孩子在课后 是要把老师在课堂上带着他写好的这个 思路这个表格里的内容 把它再转成一个作文的 完整的一个作文形式的内容的 所以老师在小一小二的课堂上是带着孩子去写的 55分钟是刚刚好的 所以妈妈们不用担心哈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小一小二的一个特色的话 就是我们会因为孩子比较小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比较有趣的游戏 然后去推动他去跟着老师去学 不会觉得我们的课堂特别无聊 然后呢我们讲过的词语和重点的句子 又会带着他去练习 这个也是让他能够真实的去掌握 通过我们的训练 能够掌握这些词语的意思 能够掌握这些句子的用法 然后我们像讲汉字的时候 老师还会带着去让他理解 这个偏旁不守是什么意思 那以后遇到同样这个偏旁不守的字 那我就能够想到它跟什么有关系 所以另外的话我们像老师在课堂上 还是会带着孩子们一笔一画的去写汉字的 所以小一小二的课是会非常有趣的 我们是以有趣有用为主 这样才能够吸引住孩子 然后让孩子在我们的课堂上 不会走神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大概就是小二的课程 小二和小三的一些设置是不一样的 小四的话 零零妈妈 小四的课程跟小三的课程是 差不多的一个课程形式 我们是这样 小一小二差不多 他们都是以基础的字词 还有句子的训练和一个成段性的表达为主 那小三小四的话 我们会以看图作文的一个形式为主 所以小一小二我们叫基础作文综合课 那小三小四我们就叫进阶作文综合课 小四的作文课 其实跟小三的设计是差不多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以这个课本为基础 然后我们根据每一节课 总结出一个话题 然后去训练这个看图写画的 这个话题作文的一个训练 然后在小四的综合课里 我们也是会复习课本词汇和重点句子 而且让它在课堂上就做大量的练习 去记住这些词语和句子的用法 然后再来去做一个写作技巧的一个 教学最后让它掌握了这个写作技巧之后 把这个写作技巧用在我们的作文里面 小三小四都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 还有别的年纪的妈妈们吗 就是小一小二是差不多的内容 小三小四的那个课程结构的设置是差不多的 然后小三小四的作文训练呢 我们都是以探图作文为主 因为我们小三小四 其实主要还是能 我们是有PSOE的课的 像小六的孩子 他是可以上专门的PSOE的冲刺的课程的 那样的课程的话 我们主要还是做的就是一个 写作技巧的一个冲刺的训练了 所以也可以给妈妈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PSOE的课程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冲刺课程 然后每一节课教给孩子一个写作技巧 好 老师可以给妈妈们看一下 P3是 P3的孩子想上我们PSOE的这个课程吗 是可以上的 但是我们一般推荐就是P4以下的孩子的话 还是先做好中和课的一个基础的训练之后再来上 至少要上到P4以后这个年级之后再来做 这个PSOE的冲刺课程会更好一些 当然如果P3的孩子他基础很好 老师通过体验课评估了他的基础之后 觉得还不错可以接受PSOE的课程的话 P3也是可以上的 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第一节试听课 老师不只是就是给大家体验 老师还会通过这次体验 能够帮助爸爸妈妈们评估一下 孩子目前的一个学习情况 学习水平 然后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有提高的 老师会在第一节试听课的时候就去评估 然后在课后呢 也会跟爸爸妈妈面对面的 一对一的去沟通 说孩子目前的一个学习情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去了解一下 就是通过爸爸妈妈了解一下 孩子现在的一个学习需求 然后老师再给他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推荐呀 然后或者在之后 如果你们愿意继续上课 老师也是可以给大家 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课程上的一个 稍微的调整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就是老师说再多 可能都不如大家真实的去体验一下 来得清楚 所以愿意去体验我们的这个试听课的 妈妈爸爸妈妈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助教老师联系的 好那还有想要看我们别的课程的家长吗 好那没有的话我就继续 就是我们有的孩子他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就是孩子 他可能在学校呀或者在自己的一些买的作文的一些作文书里面 去背了很多好词好句 所以我们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孩子他每一篇作文都写的差不多是不是 就是他都用他背到的那些好词好句去套用 而且他如果得到一次比方说他这个好词好句用的好 他就每一次作文都用 那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说孩子每篇作文都一样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的一个方法跟刚才好词好句的一个积累也是相关的 莫妮可妈妈说孩子老师抄是不是 其实他抄作文的书他其实是积累好词好句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这个也反映出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会自己去组织语言 不会自己去思考这个作文的一个逻辑性呀 然后应该怎么写好完整的故事呀这些 好然后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了解方法 而不是去死精英被或者去抄 他学到了方法然后套用老师教的这个方法 他就能够自己写出很多句子 然后把这些句子按照老师教的方法组织起来 然后根据我们总结的写作思路 去完整的每一部分的去填充的话 他的作文很自然的就会变成一篇好的作文 也不需要去抄什么了 然后也不会出现说每天作文都一样的一个情况了 好那别的妈妈有跟莫妮卡妈妈一样的情况吗 如果如果就是大家有同样的情况 就可以在聊天框跟老师交流 或者直接举手跟老师沟通都是可以的哈 对其实就是防止孩子抄或者防止孩子 每天作文写的都一样 就是教给孩子方法和思路 我们的综合作文课的话 其实就会每节课都给孩子总结一个写作文的思路 老师交给孩子这个方法 然后孩子可以用这个方法举一反三 可以写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作文 就不需要去抄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那接下来的老师这里还有一个 也是家长们经常问到的 说一篇好的作文是如何写出来的 那一篇好的作文呢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从 不管是写看图作文还是话题作文 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作文结构 我们说有头有尾 那首先是结构清楚 然后叙事每一件内容完整 叙事清楚 这样就是一篇好作文 那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好作文呢 肯定是大家关心的说 我好词好词用的多不多呀 那我们说好词好词 你首先你要用对地方对不对 那词语你积累了 你也要不断的去尝试去试错 才知道我这个词语哪里用的不对 为什么用的不对 我下次应该用什么样的词语 那这个也是需要大量的一个写作的练习的 所以我们的好作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肯定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的 好 那还有妈妈们还有别的一些问题吗 如果妈妈们都没有别的问题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就结束了 如果就是妈妈们还有之后 还有别的问题是可以跟我们的助教老师沟通的 助教老师都会给爸爸妈妈们一一解答的 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那今天老师就要下课了 那之后还想要咨询的就去找我们的助教老师吧 好吗 希望妈妈们都能够以后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公开课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多多的去跟自己身边的朋友 孩子的朋友他们分享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公开课是每周一下午四点半开始 然后是完全免费的 大家想进来听 想有跟老师有一个一对一的咨询的都可以进来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就要下课了 各位家长们再见 再见 大家都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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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